花季到了台南美岭风景区 两万株子牡丹正在炫开 而另外彰化分园的樱花园区 培育了不同品种的樱花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雪白色的福尔摩沙樱 另外台北人想要看樱花也不必特别上山 中正金链堂有两百多株日本樱花绽放 呈现粉色的花海 有不少游客看了都说太美了 两百多株粉红色樱花同时绽放 在阳光的照射下展现树大就是美的意境 想要赏樱不用特地跑上山 海北市区的中正纪念堂有十一种日本樱花 现在盛开的八重樱因为是从半品种 花色由浅粉色至深桃红色 建成变化相当柔美 这株也是樱花但来头不小有樱花王的称号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就是要一睹它的风采 而这株樱花它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美丽的小故事 为什么我会以这个造型是妈妈当初 它都在外面刺绣 所以妈说就想说 你帮我做成这样的一个造型 以后我会再树底下乘凉顺便刺绣 雪白色的樱花高高的在枝头绽放 彰化县翻圆的樱花园区培育了许多品种的樱花 其中最吸睛的就是这株福尔摩沙荫 每到夜晚时还能够隐约看见荧光色的花瓣 它是在人来那边派人家 我给它们直接拿来我们北斗做进化 这样切用我们北斗 另外这片在梅岭盛开的子母端花 共有将近两万株 壮观的景象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欣赏 甚至超越了梅花时期的单日游客量 也让梅岭四季都有不同的观光特色 联合报 王采黎 肖亚娟 吴淑林 林静佳 综合报到